高市府永久屋第一期 在今年的1月19日入住 就一直仰賴簡易自來水 隔了半年第二期永久屋 居民入住了 首先要面臨的又是水的問題 居住在牡丹水庫盤的居民 無自來水可使用 縣府還有相公首相 臺灣自來水公司 提出嚴正的抗議 也不排除抗議的行動 牡丹水庫這所在地的牡丹香 是供應一天12萬噸的供水 這樣的狀況之下 都不能夠來照顧我們這裡這個村 是很說不夠去 假如說自來水總公司 對於我們嚴管的要求 不予理會 我本人牡丹香香長 會率領所有的族人 到牡丹水庫做嚴重的抗議 地方謝府與鄉公所齊聲 表示抗議 臺灣自來水公司 漠視永久屋居民用水的權益 臺灣自來水公司也做出了回憶 這個整個的費用來講 可能是因為歸龐大 自來水公司目前沒有這個經費 去出入這個問題 因為的費用的問題還沒講好 所以目前自來水沒有那個計畫 說要替接管這個高速永久屋的問題 牡丹水庫是國內 造價最高的水庫 滿水位蓄水量約三千立方公尺 供水範圍除了橫沉半島 還延伸至東港新原等地 是南部地區重要的水源供應中心 但是自來水公司以簽約內容為由 讓就住在水庫盤的永久屋居民 可能無法共同享用家鄉的自來水資源 記者RI哥斯的屏東牡丹採訪報道